NBA中国在上海战篮网最后是以三分之差击败胡仁 虽然只是一场热身赛 但胡仁可是在拥有拉帮 James & St. Davis的完整阵容下 竟然还不敌 在开赛没多久就失去头号大将凯瑞尔敏的篮网 这面子怎么看都有点挂不住 第二战来到深圳要怎么扳回颜面呢 我们一起观察两队赛前的热身状况 试着找出一些蛛丝马鸡吧 篮网在上海能够抢下胜利 外线火力有所发挥 是一大主因 全场三分球四十一投二十中 Torrent Prince个人就贡献四季长城导弹 Spinster丁维定也有三季三分球进账 板凳出发的他攻下了全队最高的二十分 成功补上Kerry Alvin 营商提前退场的空缺 而深圳战赛前热身时 并没有见到凯瑞的身影 丁维定能否延续出色表现 将会是篮网能否在中国横扫胡仁的一大关键 至于胡仁这边最大的看点 自然就是LaBron James啦 沾黄光是赛前简单的投篮热身 就让场边球迷兴奋到不行 欢呼声不断 LaBron和他本季的最佳拍档 Anson Davis 上海战的状况都相当不错 James 20分 AD则攻下16分 不过两人大部分的分数都是在上半场所攻下 在热身赛以磨合出最佳阵容 找出新球技可用之兵的情况下 胡仁想要在深圳逃回来 除了寄往LaBron和AD上半场就火力全开 取得大幅领先之外 替补球员能否有效贡献也相当重要 本季才披上胡仁战袍的Danny Green 上海战全场八投二中 竟拿下4分的表现当然是不及格 另外上个球季季末表现亮眼的突满巴Alex Caruso 若能挺身而出 也会是胡仁以大利多 另外NBA球员的高超实力 赛前热身时就展露无遗 无论是简单的模拟挡拆配合 或是最基本的跳投 他们都做到百分之百展现扎实的基本功 而在赛前跑篮时所展现的爆扣美技 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脚好连连 让现场气氛是越来越嗨啦 比赛时间越来越近 现场的球迷也越来越多 气氛是越来越热烈 看得出来全场几乎都是穿着 黄色胡仁球衣的球迷 在这样的状况下 紫禁大军究竟有没有办法扳回一城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以上就是我来采访团队 两位林志武在中国深圳的采访报导